大家好,我是Kony 大家好,我是Kony 我現在就是在日本 因為這次來其實也是要參加 怪物彈珠五週年的活動 那我提前來了三天 因為呢,有藥警室在生 這次來有住兩個地方 我覺得我住的第一個地方它非常的有特色 現在是一大清早大概七點多 買完咖啡,等一下要回到旅館 我就順便來拍一拍,然後給大家看 我這次住的旅館 它其實是一個膠囊旅館 是純女性的,然後在秋葉原 完全就是阿宅們的聖地啊 所以我住在這裡非常的開心喔 除此之外呢,它其實離秋葉原車站非常近 純女性之外呢,因為其實是膠囊旅館 所以很便宜 如果是一般房間的話 大概三天加起來 也不過八千余人左右 對,因為它會有折扣 那我這次住的呢 就是主題旅館 什麼主題旅館呢? 就是我非常喜歡玩的一個女性像遊戲 叫做 愛麗絲與鏈之魔法 完全都是我超愛的人物阿 所以我這次住就覺得很興奮很興奮 那當然那個價錢就是翻倍咯 不過呢,我覺得很好的是 就是只要來這邊睡一天 它就會有送你小禮物之類的 走著走著,超快就到了 它就叫做 Bay Hotel 那因為是以女性為主 所以呢,它其實整棟的裝潢 就是粉紅色的超漂亮 那待會進去大家就可以看到囉 進來呢,就是會先看到鞋櫃 然後你就要把這個鞋子放到裡面 換上拖鞋 那這邊就會有鑰匙 一進去之後呢,這個就交給櫃檯 然後要出去的時候呢 再用房間的鑰匙跟櫃檯拿鞋櫃的鑰匙 我猜這個應該是日本人的習慣 就是一進家門會先換鞋這樣子 一進來就有這個布置 好可愛喔 我們現在在電梯裡面 然後這邊門口一樣有這個美男革命的布置 登登 耶,即將映入眼簾的就是這個白兔先生 美男主題房間就在這裡 然後我手上這邊就有這個BB卡 它要有BB卡 才能進去 嘿嘿 進來啊 蘭斯洛特就在牆上 雖然它不是我的菜啦 這個區域是可以給大家化妝 這還有台子 這邊的話就是有這個 很多locker 那每一個locker就是會對應你睡的床位 對,就是一起的 像我今天住的就是這個504 打開 可以放自己會需要用到的東西 然後因為我行李箱太大了 所以我就放在櫃檯寄放這樣子 裡面就是很簡單 然後不要用的時候呢 就把它鎖起來 那這邊呢 有這個隆層的廁所這樣子 然後非常的乾淨 那因為全部是女生 所以一進來就會有香香的味道 就會讓人覺得 哇,好舒服喔 那當然重頭戲就是要來看房間 為什麼呢 因為每天晚上呢 你的房間裡面就會有一個美男來試請喔 那進去房間 門口就這個掛臉 還沒都在睡覺 嗨,這是媽咪了 好帥喔 話不多說,馬上進去 因為現在其實還蠻早的 應該是不會有人在睡覺 講話還是要小聲一點 一進來就雷線在門口 然後因為我的房號是504 我就先開燈 然後呢 再把這個蓮子打開 哇 映入眼簾的是 芬里爾 超帥的 Love you 好爽喔 這就是我今天拿到的房間 504就是芬里爾 今天晚上就是芬里爾來試請 然後呢 這是它一個Q版的睡覺圖 超可愛的啊 那當然呢 我們還是要來介紹一下房間 就是這個蓮子啊 就這樣子拉下來 會讓人家看見你在裡面幹嘛 其實這個床鋪呢 它就是比較日式的 不會像彈簧床一樣 就是鬆軟鬆軟 它就是鋪明的 就有點像睡在榻榻米上的感覺 其實就是非常簡單 枕頭床頭版 那當然呢 有一個巧思就是 我現在躺下來對不對 轉過去給你看 我頭上 我睜開眼睛 看到的是什麼東西 哇 沒錯 就是美 南 圖 也太幸福了吧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邊的設施 這一個房間是屬於比較精簡的 有的房間呢 它還會有所謂的電視 那這個 因為它其實是合作活動 所以是沒有電視的 看看這個床頭版有哪一些設備 這邊擦的非常簡單 它是有一個USB的插頭 跟一般插座 另外一邊的話 它就是一個鬧鐘 然後跟燈光的調整 這個是風扇 然後呢 這是燈光 亮度 暗度 我覺得超爽的啦 我今天一定可以一覺好眠 接下來要看的地方呢 這邊比較敏感一點 因為會有很多女生在那邊 就是喚喜之類的 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這個Shower Room 就只能帶一些關於設施的畫面 這邊這個洗澡間還蠻酷的 它就是自己一間 進來 門彎起來之後呢 它會先有一塊地 是乾的地方 然後這個門呢 它就可以這樣拉起來 裡面就是Shower的地方 然後你的東西呢 就是放在這個籃子裡面 非常的方便 然後這些洗澡的東西 它也都非常有質感 像是這個它就是卸妝的 然後洗臉的 洗澡啊 潤絲跟洗髮乳 這邊呢就是地下室一樓launch的地方 然後大家就會在這邊吃東西 就是一個小小的休息空間 因為在房間裡面其實是不能吃東西的 所以如果你就是從外面買東西回來的話呢 就要在這裡吃 那當然這一剛開始一下來這邊就有販賣機 不過忘了買飲料 這邊還可以買 然後也會有這個 這應該是微波爐吧 微波爐烤箱之類的 然後你有買泡麵的話這邊還有熱水 然後欸你看很可愛吧 全部都粉紅色的 然後沒有賣油的話怎麼辦呢 不用擔心 因為全館都有WiFi可以用 然後最後我們要來一個非常神秘的地方 就是這一次呢 合作的一個主題特區 所以可以按到這個門上面 它就是有這個 欸唷 它要關起來了 美男革命愛麗絲與練生魔法 它其實是有開放時間限制的 然後在開放期間啊 我們這些愛麗絲們 就可以來這邊感受這些美男的氣息 一整個空間滿滿的都是他們 一個一個來看 這裡還蠻酷的 就是這邊牆上通通都是他們的圖像 有一些周邊產品 然後還有大家留言給他們的訊息 很可愛耶 我把鏡頭轉過去 正好10月10號是裡面一個角色叫做Zero 他的生日 所以你看 這邊就有這個 Zero Happy Birthday 然後也有人留言給他 很可愛對不對 我覺得超可愛的啦 但是因為不是芬里爾的生日 所以我就想說 好像也不用聊 但還是留一下好了 也說芬里爾我愛你 就這麼決定啊 我寫好了 我寫好了 I love you 芬里嚕 就住在這邊 然後這邊很酷喔 還有這個各種鑰匙 因為鑰匙在遊戲裡面它是道具啦 就是可以打開他的心房 然後看他心裡在想什麼的 真的很可愛 那因為它這裡整個就是 以美男革命作為主題 牆壁上就有超大的投影的 通常都是在投遊戲的東西 然後這邊就有超多人行力牌 這邊有超大的這個圖 那這邊的空間就是讓大家可以坐在這邊 美男們就圍繞在身邊就會超幸福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道具 愛心的枕頭 開箱時間 這一次呢因為住宿它就是 會送特定的禮物 那我是住三天所以我就拿了三份 送的是隨機的 我也不知道裡面是什麼角色 剛剛也是順便買了一些周邊 三個 然後通通是隨機款 隨機款 所以不知道是什麼 那唯一知道的是我買了一個 芬莉爾的鑰匙圈 很可愛吧 首先呢先來看看那個送的東西有什麼 File夾吧 美男革命的File夾 這樣子的大小 總共有三個 分開第一個 是這位獨眼龍啊 這應該是可以發光的吧 插進去了 它這邊有那個 電池的絕緣片 把它抽掉之後它就可以發光了 好第一隻是它 接下來開第二隻 拜託給我一個芬莉爾 我好想要芬莉爾 啊 洛基 是洛基 一樣是那個底座我就不打開了 再來第三隻是誰 拜託芬莉爾 藍絲洛特 紅軍的頭子 它是也還蠻帥的 但我不喜歡它 以上呢就是這次住宿送的這個 人行禮牌 再來咧我們就來開這個好了 三個不知道是誰 拜託希望有芬莉爾 這是誰 啊 好吧 這是第一個 第二隻 上 我怎麼跟藍絲洛特這麼有緣 再來它是誰 又是獨眼 我好不喜歡我怎麼跟他們那麼有緣 好煩喔 以上就是這三個角色 是我的徽章 再來三個 我也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也是小小的麗牌之類的 喔 是鑰匙圈 睡覺的鑰匙圈 不會吧 又是藍絲洛特 它愛戀我是不是 再來這隻咧 賽斯 拜託給我一個芬莉爾 它是芬莉爾嗎 但我覺得它好像是洛基耶 它應該是洛基吧 我看一下它有沒有寫 這應該是洛基 因為弄成Q版就很不像 好啦 再來麗牌 不要跟我說我又抽到亂七八糟的東西 請 給我 好一點的牌子 果然 又是 有啦 也是有人很喜歡這個的 好 這是第一個 那另外一個呢 這是芬莉爾 超重了超重了 這是雷 這是芬莉爾 裡面有一個劇情 就是他們在玩 然後就幫他畫那個貓紋 很可愛 超重了 耶 終於 如果再沒抽中 我真的要崩潰 耶 終於有抽到了 好啦 其他角色其實也是不錯啦 那如果有人也有來 抽到芬莉爾 可是你不喜歡芬莉爾的話呢 歡迎寫信給我 我很想 跟你們交換 以上就是這一次這個 美男革命的主題住宿 其實這樣那種旅館 大家都知道它就不是一個 真正一個人一個房間 它就是把空間切割 然後一個人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然後就是像膠囊一樣 然後裡面會有一些設施 每一家的膠囊旅館其實都不太一樣 在這邊的話 因為這是有主題的合作 所以它是用最簡單的房間 把房間佈置成有這些美男的角色們 因為我連續住三天 其實我一來的時候 它就說 欸!Pony-san 我們每一天都會換不一樣的角色喔 這樣子你就可以跟很多角色接觸 真的是想說 哇!這麼貼心啊!真好 第一天是愛德華吧 然後第二天是賽斯 都不算我最喜歡的 然後今天我就在櫃檯那邊晃一晃去 櫃檯小姐就突然問我說 最喜歡的角色是誰呢 我就說芬莉爾 它就說 喔!好!知道了! 我要走之前 還跟它比說 Love you這樣子 蟑螂輪管它就是一個睡覺空間 壓縮到最簡單 其實出來玩 很多人都是一整天都在外面 那麼旅館對他們來說 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 自己是覺得 因為我比較不喜歡就是 行李一定要出去 然後我才能拿之類的 我會覺得啊!這樣跑來跑去很麻煩 而且像我這次帶很大的行李箱 它給我們的locker其實是放不下的 我們就只能寄放在櫃檯 可能要拿什麼大東西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去把我的行李提出來 那也不能在大廳開行李啊 需要拿到樓上或是拿到地下室 覺得 哇!也是有各種不便 但是它的好處是 很便宜 也算是很方便 這一間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離地鐵站很近 又是純女性住宿 以女性的旅客為主 整間都布置成粉紅色 大家到處都會噴香香的 都弄得很可愛很漂亮這樣子 住起來其實非常的安心 非常適合背包客 想要省錢的小資女 我覺得就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這邊其實還可以洗衣服 所以如果你來玩 那你帶衣服行李其實不用很多 因為就直接可以洗 如果你不是想要那種每天換不同衣服的話 不要跟我一樣帶超大的行李箱 哈哈哈哈 大家基本上是睡在同一個空間 只是用隔板把它隔開 最基本的是考驗大家的功德性 例如說手機啊 或者是鬧鐘的聲音講話 或者是走來走去 都盡量不要去打擾人家 這些都做到的話 其實還蠻不錯的 而且這裡真的很乾淨 又很方便 有想要來日本玩的女性的話呢 蠻推薦這裡的 它叫做 Bay Hotel 它是膠囊旅館式的 簡單住宿的地方 我覺得很OK 因為真的很便宜 CP值超高的 我知道你們都愛CP值對不對 好啦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次 簡單的影片 大致上來說我覺得非常的滿意 只要有一天給我分離了 我就心滿一足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如果你喜歡康妮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記得也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如果想要知道我最新的影片的情報的話呢 記得小鈴鐺開啟 這樣我直播或上影片的話呢 就能收到通知了 那另外呢 也請到Facebook搜尋我 康尼爆發加五浪 幫我按個讚 讓最新的消息 我也會PO在上面喔 但另外也可以追尋我的IG 因為我會PO很多照片在裡面 好 真的還蠻建議大家來住的啦 我覺得還蠻好的 我很喜歡 好啦 那這樣子 大家再見 掰掰